一辆辆车进出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离开 钻石公主号有19名包机返台的旅客 经过三次裁剪 统统呈现阴性 7号凌晨终于解除隔离 有了家属开车接送 有了自己不行离开总算接近了 回家自主健康管理 这次回家的有10位 这么开心的一刻 部长陈时中当然也出现了 大家都很高兴 我想他们都已经在海上 大概也有30天 这边又关了14天 不过大家心情非常好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四联一 那个黄总院长 黄副院长 非常 很多的巧思 关心公主号的同胞们 部长还特地在警医所待了40分钟 甚至还跟大家一起切蛋糕 他们都很高兴 很高兴 我们刚才又切了一个蛋糕 因为过两天 我们一个成员 过两天要生自 大家很高兴 我觉得照顾得很好 在这里面其实最辛苦的就是生活的照顾 还有等待的一个担忧 那这样子身心都把它照顾好 我觉得也是功德一将 毕竟这些人待在船上30天 下船又被隔离14天 这回终于可以自由了 三度检查通通过关 身体健康 开心返假 接种吧 到 好 好 好